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期旅居法国的Sophie 因为喜爱法式料理 决定用烘焙来做一场食物的革命 她不只融合在地食材 做出独具风味的法式烘焙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在地小农 还将一家大小都带到田间做料理 来一场最接地气的食欲课 一位欧洲学校的老师 过去曾在法国住了十年 返台之后因为到农场 去当了假日农夫 而开启她的法式烘焙的旅程 全靠上网自学的她 非常用心地希望能够发挥小农的食材 最后终于成功地做出 具有个人特色的健康烘焙 每天早晨 在Sophie的工作室里 总会传来法文的广播声 她就像法国人一样 懂得享受生命的每一刻 在轻松的气氛中 带领团队细心地做着面包 同时享受食物变化的乐趣 应该说我们就是在最开始 就是做所谓的欧式面包 最后只有四个东西 就是水 盐 面粉跟酵母 所以它的原料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用最原始的食材 如何做出具有深度的在地烘焙 以知名的法国长棍面包来说 它看似简单 外观却是能千变万化 至于内涵 当然也要精挑细选 优质古物 就是我已经不吃白米 白糖 白面很久了 所以我可能大概就是会使用全麦面粉 然后糙米 然后二杀或是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这一些它比较是全骨类的东西 然后我会从这个角度去寻找一些食物 那这种全骨类的东西 它外面的这些肤皮事实上都是有机体 所以我觉得它的能量也会比较强 然后在发酵上面 就是可以比较多尝试的部分 在法国待了十年的Sophie 也许是无时自通的缘故 脑子里总是常常冒出 中法合并的新创意 像是用东方的砂锅来做西方的烘焙 就是前所未见的翘点子 这个用铁柱锅来烤面包 其实就是在他们中国世界的时候 也不是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一口火 所以他们村子里面会有一口火 那他们也是会拿自己的面包去那一口 村子里面那一口火炉去烤面包 它可以让它提高到一定的温度 而且它可以保持下去 所以你的面团放进去的时候 它烤出来的皮就会是比较脆 然后比较薄 我会觉得回到亚洲 我们就是把它换成砂锅 圆圆的砂锅里 装的不只是面团而已 结合当令在地食材 更是它不断挑战自我的一大课题 我们最近因为季节的关系 我们就是有三星葱 那我们就切碎以后 我们会用做中式葱油饼的方法 把它包在面团里面然后卷起来 然后在上面帮他戴了一个小帽子 Sophie做烘焙 比较像是在做无菜单料理 这一季小农种什么 他就做什么口味 不固定 不设限 他用蔬果做画笔 面团当画布 画出最芬芳的在地情感 那Sophie这边的话 他着重比较在于就是本土食材运用 那他东西如果推得出去的话 那连带就是可以让农民自己的东西 可以也走得出去这样 因为我知道烘焙业的话 就是都要可能半夜都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比较佩服他 是他有一个正直的工作 像他是欧洲学校老师 可是他还是很坚持 他想要热情的地方 我其实还蛮享受就是 某一些重复的动作 然后是安静的一个状态 然后只有你跟那个面团的关系 我觉得他其实让人觉得很疗愈 而且也可以让人比较沉淀 对 我觉得他是一个修行 Sophie爽朗的笑容非常具有感染力 他喜欢走进市集和农夫 做更深一步的交流 他也自己喜欢在市集摆摊 推广友善食材的理念 他终于成功地用他的手工面包 串起产地和餐桌的真实滋味 对 你看过来 好 你看过来 好 你看过来 好 你看过来 早上才采的九层档 九层档 就拿一些过河 好吧 好吧 好 那我先拿这一包 每周六早上 Sophie固定到公馆的水花园 有机农夫市集报到 她是顾客 也是店主 Sophie会先来跟小农买菜补感情 然后再把这些新鲜蔬果 跟她特制的面包组合在一起 做成清新的法式早午餐 所谓的Found Market 或是有机农夫市集 它通常它的制造者就是贩卖者 也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你跟我们的支持者 或是说顾客在互动的时候 他们知道说他们吃的食物 就是来自你的手 我觉得当然就是可以让 所有的过程是更透明的 而且我想应该也是更有情感的 过去Sophie也是一位单纯的下游消费者 因为利用欧洲学校放假空档 到乌来福山农场去帮农 陆陆续续跟着黄美林校长一起耕种 一做就是两年多的时间 在接触到上游的生产者之后 她也决定用烘焙来做一场食物的革命 因为我是从帮农 然后我是从食材这一块开始的 尤其在福山这边我看到这些所谓的有机 或是无毒的蔬菜水果怎么样成长 然后怎么样在她旺季的时候量这么多 如果不把它好好使用的话 其实是很浪费很可惜 因为我过去的背景 对于食材掌握 我就用法式的方法来处理 在农夫市集里集合了全台各地的小农和特产 这对大家来说就等于是环岛拜访了数个农场一样 自然而然的也都和农夫们成为好朋友 哈喽 上次那个迷迭香跟那个有机奥乐缸 我们就有做成这个 很有弹性 对啊 就是用老面做的然后全麦粉 有我们的味道 是 我的角度还是比较是从食材的选项上面去出发 最简单的如果发小农的方式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甜菜根在季节了 我会找到很多不同的法式的食谱 然后在里面我会筛选觉得说 适合台湾不管是口味上面还是说制作上面 把小农的用心融进烘焙里 用一种品味食材的概念来做面包 自然每咬一口都能够嗅到大地最真实的味道 餐盘里面的革命就是用味道来表示 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面包 其实是什么全麦的口袋饼或是什么麦穗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简单的味道 凡喜欢这种简单口味的人 他们都会每每一直回来 其实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 就是说有一个相同的想法 他们认同我们的理念 我常常说食物是会说话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食物 就表示我们说的同样的一种理念 用食材来发想 用食物来沟通 透过在地食材与法式烘焙 Sophie真真切切地串起了上游和下游 也传递了宝岛最美的滋味和情感 生于欧洲学校老师的Sophie 虽然工作满党 但是她完全没有忘记教育这一块 她会在满满的工作里面 找出一段时间 规划全面性的亲子食育课程 带着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们 一起走出户外 亲近土地 也学习怎么样可以真的健康吃 来 我们跟着走 好 慢慢走 来 先第一走了 这一天 好几对父母带着孩子 纷纷从台北到宜兰的农场集合了 因为他们跟Sophie有约 准备展开一场好玩又有趣的 田间厨艺教室之旅 我希望说大家除了能够去 品尝在地的食材 然后更能够了解说 这些食材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 他们是怎么长大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栽植的 我觉得说父母在一个家庭里面 他们的身教 他们的食教 就可以直接影响他们的孩子 对于未来孩子长大以后 他们会做的一些选择 都会是更符合我们所谓环保 或是说健康的一个要求 带孩子走入田间 认识食物 动手做料理 这是最直接也最快速的方法 让他们从小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食物 接下来是小黄瓜来自主恩荣堂 来 谢谢 好 好 对 看到 你要看到不要露出来 不要掉出来 好 不错了 不错了 把郁的力剥下来 好 老大 对 介绍的时候我们都会介绍每一种蔬果 然后这些蔬果它平常可能是孩子 他们比较害怕或是比较不敢吃的 可是当这些东西 透过他们自己的料理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更有兴趣去吃这个东西 这个活动呢 我更希望是大家能够去 appreciate周围的环境 而不需要说过度着重在说 这东西能不能做出来 然后做出来美不美 好不好 好不好吃 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很好吃的 在这场田间厨艺教室中 有两位农夫现身说法 教大家认识稻米 品尝他们要看水耕耘所种出来的米 再搭配上soap的巧思 运用火龙果的自然色 让米饭呈现出令人惊艳的粉红效果 好吃吗 我可以吃一口吗 太棒了 好吃 真的好吃 就是本来水跟米是一比一的话 你的水的部分就是换成火龙果 但是黄果汁不用打得太碎 让它的黑子保留 因为我们来到两位农夫的田里 所以我们是用他们产出来的稻米 然后做一个米饭沙拉 然后所有的食材也都是选自于 我们在雪花园农夫自己当季的产物 所以在制作上面增加很多的食欲吧 颜色上面的搭配非常好看 吃饭这件事很重要 但教会孩子怎么吃这件事更重要 Sophie带着大家从都市走入乡间做料理 在品尝美味的同时 她也已经在计划下一场的美食饗宴了 融合中外的美食 让吃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意思 Sophie的发饰烘焙 不只有外国的文化 还结合了在地的食材 让大家不只有口福 也加倍的幸福 蔬果充和制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